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单独设定闹钟的音量 就不怕因为你有动到一些设定 而导致闹钟没有响啰 今天会做这个影片呢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网友跟我讲说 他晚上都会听着音乐睡觉 但是因为他的声音都调到非常的小 所以导致他早上都没有听到闹钟的声音这样 那今天这个设置呢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到你的时钟 然后下面这边呢 就是我们平常会设定的闹钟对不对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使用 上面这个睡眠起床闹钟 这里面呢就可以设定他的单独音量 这个闹钟的音量呢 就会跟你iPhone里面 其他的系统音量是分开来的 但是设定完之后呢 只限于这个闹钟会是他自己的音量 那其他的闹钟一样会是 你iPhone里面内建的系统音量 就是跟你的手机铃声啊 或者是你听音乐的声音是一样大小的声音 那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起床闹钟的话 他可能会跳到健康里面 去要你设定一些你的睡眠排程 就是在这边他可能会问你一些睡眠的目标啊 或是睡前放松的时间这样子 那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 有点烦要填这些时间啊什么的 但是我后来我发现这个睡前放松还蛮有用的 因为他会提醒你要睡觉了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睡觉之前都会拖很长一段时间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有设定这个睡前放松的时数的话呢 你就会大概知道说 你差不多要结束你的工作 然后你要去睡觉了 那这边睡眠排程都写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闹钟这边 这边你就可以去做更改 那我们点进去 接着呢在闹钟选项这边 你要把这个起床闹钟开启 开启之后呢 你就可以到上面这边来选择你的起床时间 那这边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圆环 那上面这边就是你睡觉的时间 下面这边就是你起床的时间 那大家也可能也不用太计较说你的就寝时间 你就只要把起床时间调到 你想要设闹钟的那个时间就对了 就是说你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 那你就把它调到七点半 那下面这边就会显示说 如果你七点半睡觉的话 你大概会睡多久 然后下面这边重点来了 就是我们要调整它的音量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边这个音量跟你的手机系统音量 是完全分开来的喔 就是它跟你的来电铃声 还有你听音乐的音量都是分开来的 它是独立出来的 那我们这边呢就把它调到最大声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这一个起床闹钟 它有自己的一套铃声 它的铃声跟所有其他的闹钟 还有你的来电铃声都不一样 它特别的好听 这也是我开始用之后我才发现的 就是它有自己一套这样子的铃声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看看这边的铃声 我觉得都还蛮好听的 然后上面这边呢 可以选择你的振动模式 那我们回到上一页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稍后提醒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都会赖床嘛 然后这个稍后提醒 它是一个按钮 那如果你按到这个的话呢 它可能五分钟之后 就会再叫你一次这样子 那设定完之后呢 就按一下这个完成 这样子就设定好了 那我知道其实有非常多人 它们闹钟设定都不止一个 可能有两三个闹钟这样子 那我自己使用的方式 就是我会设定一个起床闹钟 例如说我设定在八点 那我会设定另外一个普通的闹钟 就是在八点零五分 所以你第一个听到的闹钟 就是比较好听的那一个 然后第二个闹钟就是 这边普通的闹钟 然后普通的闹钟 它的铃声我觉得都没有很好听 而且特别的刺耳 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因为我觉得起床闹钟里面的铃声 真的还蛮好听的 而且它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大小 然后这边要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今天这个教学呢 我原本是要尝试用捷径来用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捷径里面调整音量 只限于播放音乐的音量 它不能去调整到系统的音量 像是铃声啊或者是闹钟的音量 都没有办法用捷径去做更改 所以如果你想要单独改变 你闹钟的音量的话 就是使用这个起床闹钟的功能 就不用怕说你去动到一些设定啊 导致你早上的闹钟没有响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小小闹钟音量 设定教学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